台北婚的男生为了家庭就算是身体已经没爽快 总是因为后患这个就没问题了 但是当年来身体就会出状况 何必有一间病院为了让爸爸都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营充是基本的父亲者免费健康检查 希望当年为了家庭付出的爸爸 可以以后检查的结果进行生活上的条件 民众林先生今天刚好睡在学生女儿童子家来到病院进行健康检查 他表示其实主要是因为孩子关心他的健康 刚才还要付业就来检查一下 小朋友太孝顺了就叫我要来做身体检查 那刚好明天是父亲节 那到座医院有免费的健康 所以我就来 那结果检查结果 那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以后表示 爸爸随时为了家庭在造种 并且劳心劳力 这个免费的健康检查 希望可以为他们的健康罢了 利用这父亲这个 给恐惧女媳妇 会知道中 来跟文师大人 看你 好吗 你身体 有 有 有什么 操犯的大事 有 我说 这个时间 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罪见 好像 没有人的那种气 也表达我会不会记得 所以我觉得 这最大的意义 就是要称赶说 我們女兒媳婦和其他人做老闆中間的記憶 中間大家來懷孕 大家來求這問題 我覺得父親這可能是在提起這件事 這件事由於健康檢查 在基本的新冠、體驗、血液的尿色以外 還有冠和幼稚的功能 以及血糖、血脂的尿色 希望爸爸可以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並且進行生活習慣店面的條件 新冠華新聞李冰宏何必 彩虹報得